测链加压缩来帮你的solo腾出空间 大家好,我是Alex 咱们今天这个视频来聊一聊测链和压缩怎么配合使用 咱们只举一个很简单的小例子 以后我会多讲一些这样的例子 在实际中可能你会用得到 咱们今天看这个例子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金属风格的 吉他solo和其他乐器平衡的一个关系 我们在混音过程中永远都是要平衡所有音轨的音量 而且尤其是同一频段互相抢的这些乐器 你怎么能够去通过音量频段等等的 帮它去腾出空间,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有两个频段相同的声音 同时一起响,音量要差不多的话 就会产生乱在一起的现象 这个例子里面就是典型的一个节奏吉他 和这个solo吉他的一个冲突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去调整呢 在这里边我会用到压缩和侧链 所以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大家可能会问说什么是侧链 因为这个名字经常听 但是很多的时候大家都不太理解是什么 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讲 或者我们用压缩来举个例子 你的压缩的效果器听到你的声音 比如说我现在在唱歌 我的声音去触发了压缩的效果器 通过一定的设置以后开始压缩我的声音 而这个压缩听到的那个声音 当然在这个例子里就是你自己的声音 是通过sidechain通过侧链听到的 如果这个时候他听到了别人的声音 而不是我的声音 他会对别人的声音产生反应 假如说我边上有个鼓一直在唱 你就可以想象当我唱歌的时候 这个压缩的效果器会跟着那个鼓的声音 因为他听到鼓的声音 他没有听到我唱的声音 会根据那个鼓的声音在反应 那他压缩就是压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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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觉得特别像那种舞曲 歌听之类的那种 就经常是这样做出来的一种方式 所以换句话说侧链就是你的压缩效果器 甚至整个效果器能够听到那个声音 它对那个声音产生反应 对侧链里面的声音产生反应 反应以后 它的结果会作用在你这声音轨上 我们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非常的容易理解 我现在有两部分吉他 一部分是节奏吉他 我们可以听一下 这样的一个声音 另外一部分呢 在后来的地方呢 我开始进到了solo里面是这样的声音 所以我的solo一旦响起来呢 你就会发现 这两个同事响的时候就会混在一起了 我们可以一起听一下 有没有发现 你的节奏吉他 跟你的solo吉他全都拧在了一起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频段是一样的 他们的音色都非常非常的接近 所以这时候你怎么能够给他们腾出空间呢 我在这个地方呢 用了一个Pro MB 一个多段的压缩 然后呢使用侧链 这个侧链呢 我选择的呢 就是我的吉他solo这一轨作为侧链 换句话说 我这个插件会去听我吉他solo 对我吉他solo出来的声音进行反应 也就是说我的吉他solo 没有开始的时候 这个插件是完全不工作的 因为他听不到任何的东西 他不会产生反应 他不会去压缩 他一旦听到了吉他solo以后 就开始压缩 我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希望能够在这一个频段内 从800差不多 一直到比较高的这个频段 这个频段 一旦我的solo开始响 我就把我的吉他的 节奏吉他的音量降下来 这样的话 就会给我的solo腾出空间 我们在这个位置呢 可以稍微听一下 在这个地方呢 用非常夸张的一个比例 你在混音的时候呢 要调整这个比例 关于这个插件怎么去使用呢 我就不太多说了 简单讲一句就是 一旦我的吉他solo开始响了 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整个会被压下来 我现在已经放到了20个dB 非常非常大的幅度 这样我的节奏吉他呢 音量降下来以后 我的solo就会被听得更清楚 我们试一下 如果现在是没有的话 刚才像你刚才听到的是这样子 我先把它打开 如果没有压缩的话 你会发现我的吉他solo一进来的时候 如果solo没响的时候 这个线是完全不动的 一旦我solo一开始 马上这个地方就会压下来 咱们从前面这块看一下 这是很明显的一个效果 我solo一响 我的压缩开始压我的节奏吉他 让他给我让出空间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 你的solo不需要很大的声音 也能被你听得很清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还要讲一个地方的是 这个呢 是可能是这个Pro MB 这个插件特有的一个特性 但是有些插件 其实它也会有这样的特性 就是你可以通过 立体声连接这个位置 去控制你整个压缩的比例 现在我这个位置在100% 因为我的节奏吉他是立体声的 但是我的solo只要一响 整个的立体声声场都会降下来 这个地方如果你注意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写了一个MID MID呢 就是我们中间 声音中间的这个部分 就是比较在你面前 中间的这个部分 如果在这个情况下 我把这个线往右边转的话 转到后面以后呢 它会多压中间的 少压两边的 比如我转到50%的时候呢 那如果我的中间 被压了20个DB 那我的两边只会被压10个DB 这个你自己可以算一下 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我现在把这个场景先关上 你仔细听 这个节奏吉的后面有一个变化 你会发现 很重要的一个节奏吉的一个变化 这个地方 那个声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整个突出的一个新的律动 和一个新的力量感 所以呢 你一定要需要让它 稍微推起来一点 当然你可以去用音量自动化来解决 混音永远都有一万种方式 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呢 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使用的方式 所以呢 我如果放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会把这个插件变成 百分之差不多70的样子 这样的话 我中间会仍然保持压很多 但是我的两边的音量 会稍微的起来一些 我们现在听一下 注意这个地方的数字变好 因为我已经写了一个自动化曲线 所以它自己一会儿 会自己回去动 好 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来听 你会发现两边的声音马上起来 如果没有插件的话 我主要是让中间给solo露出一些空间 注意这个部分 现在我呢 回到了百分之百 也就是我整个声音 节奏节奏就会被降下来 到这一段的时候呢 我的两侧音量再回来 所以大家仔细再听一遍 从这个地方的变化 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你可以拿它去做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你可以通过这样的办法呢 给你的唱 让出了一部分的空间 假如说你现在有两轨音乐 一轨是你的人生的唱 一轨是伴奏 这是很多朋友 经常会遇到的 这种婚姻的一个项目 那一旦你的人生开始想起来呢 你可以让你的伴奏 在这个人生最重要的频段 稍微的压下了一些 这样的话 尤其是你可以让它中间 稍微压下了一些 这样的话你整个的一个伴奏 不会去受到很多损伤 同时呢中间会稍微给你的人生 让出了一部分的空间 让你的人生的频段 你不需要用句号去推的 也能听得很清楚 所以呢这个就是 怎么用多段压缩 当然你也可以用一段压缩 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配合侧链 去让你突出 你想突出的音乐的内容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我以后呢 还会给大家举一些其他的例子 然后呢我们可以用一些 其他更多的项目来去讲解 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容易去理解一些 所以呢如何去使用压缩 或者多段压缩 加上你的这个侧链 去为你的声音腾出空间 这就是今天咱们要聊的东西 千万不要忘了 举一反三 仔细的去调整 达到你想要的目的 好吧 那咱们今天呢就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支持 别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天天生上 拜拜